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把绝活博士,目前第一的博士,佣兵机械,囚徒先知,超修流带先知 配一个佣兵,这刀这容打博士很厉害 博士其实他不怕难抓,他怕的就是修得快 只要你修得快,对于博士来讲就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因为他淘汰的慢 没能跳出去 这个开局 因为博士的局真的非常非常的难以预测他的一个结果 可能性太多了 可能性太多了 跳P漂亮 这个跳P很有水平 就是他的一个走位其实大家可以去琢磨一下他的一个思路,就是确定我这个地方这个点位我是可以 再跳,鸟骗出来了可以 就是我确定我能跳过去的,然后我判断到你的一个走位 这边应该是等鸟结束击倒,他这边还能边追边下个眼什么的来干扰这边的密码机 还行 这把博士要赢的话他得碰场打 针对打的话博士赢不了的,甚至连屏都屏不了的 这边追先知 打一刀先知的话机也是修不懂外面的机子,第一个人倒地外面的机子应该加起来有个两台多将近三台了吧 将近三台了 一个中机 打一刀然后一个冲刺,先知的话这边没有什么交互点可以好利用的 这一个冲刺拉近距离,下一个冲刺就带走了 下一个冲刺应该就带走了 这点位架住啊,先知 走不了走不了走不了 修徒教自己 那边在摸 放弃先知,打针对 打针对他很难赢啊 打针对的话我 还有40秒的时间啊,我建议各位可以下一手平局啊 打针对的话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对局你打针对 我觉得博士能平但是很难赢 他如果说打一个控场的话呢,就是你有机会能赢 对面也有机会能赢 因为你的淘汰就变得很慢了,你这个人击倒那个人击倒 你淘汰的一个时间点就很往后了,然后知道这种修得又快 一旦四人开门战,他们就有机会多跑 嗯,不过这边先知回来被击倒,还行吧 其实机子差的真的不多的,机子差的真的不多 你看看这边机子,对吧 现在 囚徒还有一次起来的机会 外面的机子就差两台了 即使娃娃这边跑过去修一台新机 然后这边佣兵修一台,对吧 机子其实差的不多的 娃娃这边还没有摸到 佣兵应该待会要去摸一手这个球图,现在倒三个 不要慌,倒三个,机子还是能量 这边先知起来 最后一台 娃娃的话好像没摸到机子 那等于说球者是多修一台啊 佣兵这台的话应该差的不多了,球图教自己 找到先知 一刀,好的,先知二刀 他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传送那就好了 他现在没有传送 没有传送 压机子这边 确实倒是一个三连 娃娃这台的话 35% 我感觉这把好像博士要赢 因为机子被压住了 这边是个三连 这边是个三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博士他有一手底牌 对吧 他有一手底牌的 待会说不定切个失常什么的,机子被压住了 有两个倒地没的人 这波不是三连的话我觉得是平了,但是三连的话呢就是博士保平真胜 我觉得是博士保平真胜 留下了一个三连有点难受啊 哎,囚徒在修了 这边一个一刀没的博士,一刀没的这个囚徒 看这三连能不能守住啊 守不住他这边 戒士 他这一刀的话应该是去挡一下那个 那个垫吧应该是 这边再一个冲击带走呀呀呀呀呀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 戒士戒士戒士一刀中刀好的 戒士 待会开门战也是倒地没 佣兵这边想强行挤吗 起不了呀 这再下一个眼 再封一封 好了外面三个人全是一刀没 用兵也来蹭 这边的机子差倒是差了不多 这个先知是一刀没 看能不能快速击倒先知 现在已经回不了头了 先知各种绕 机子87% 一刀好先知倒地没,机子能亮,机子能亮 这边机子亮了,囚徒是一刀没,博士还有一手传颂在开门战 戒士一刀没 找到戒士了 拥兵这边点门 要不切个闪现吧我觉得 要不然这个一刀 能打中吗打中赶紧切传送 囚徒 囚徒得跳地窖 佣兵吃一刀强行点门能不能开,70%几的门 能开能开能开门能开门能开门能开 这里佣兵反正不管怎么样都能走,他再吃一刀然后囚徒这边能不能跳地窖,快走我走地窖 天哪 这有地窖 平局 打是真的打得很好了,这个博士真的已经无可挑剔了,但就这个角色,他的一个特性啊 豬撓斗 军 众 牛